士林地院日前舉辦白玫瑰運動 感念的是親身離開的一個法官李昭然 但沒有想到才隔幾天 又有一名高等法院的女法官 在辦公室裡突然昏倒 當場是失去生命跡下 經過送醫搶救 暫時脫離險境 但是法官接二連三身體出了狀況 讓過勞問題浮上檯面 一朵朵白玫瑰放在高等法院門口 紀念日前墜樓身亡的法官李昭然 司法界一片哀妻 但沒想到才隔幾天 竟然又傳出有法官突然昏迷 當時一名女法官在高等法院 五樓研究室裡研究公文時 突然昏迷 被其他同事發現 立刻打119 報案急救 這起事件發生在4月19號下午5點多 高等法院一名48歲陳姓女法官 突然身體不適 當場昏迷 失去生命跡象 一旁同事發現不對勁 立刻通報119 救護人員抵達實施CPR 雖然目前恢復心跳 暫時脫離險境 但仍在搶救當中 根據瞭解這名陳姓女法官是高雄人 司法官訓練所四十期結業 在同事眼中一直都很拼 加上女法官的慰藉案數比起別人少很多 而這些全是靠勞力換來的 司法官過勞問題扶上檯面 根據統計全國地檢署新收案件 從一百零九年到一百一十二年 爆增四成六 來到七十三點三萬件 雖然司法院長許忠立發文 請法官們多多注意身體健康 參與戶外活動 不要把自己整天都綁在辦公室 但這樣的內容卻被基層怒轟 不時 人間煙火 協會會蒐集各方的意見 經過充分的討論以後向司法院提出 目前全國法官約有兩千一百多人 司法院爭取增加員額 改善法官過勞問題 但能增加多少人恐怕還是未知數 記者公司簡證書台報導